今天的影片我们带大家来看 Artiva 为什么吹出了那么久我们还要看它 因为这一台很特别 它是 Hybrid 的版本 重点是每个月 500 块你就可以拥有它 那么在影片的开始之前呢 请大家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 这边告诉你这个 Artiva 呢 其实每个月只需要 500 块你就可以拥有它 你是不是很好奇为什么那么便宜 500 块要供 Myvi 好像都有点难哦 不过其实这个 500 块是一个订阅制的服务啦 合约是 5 年 在这个 5 年里面啊 Service 你不用给钱 brake pack 你不用给钱 轮胎 你不用给钱 保险 你不用给钱 所以呢一切都是在这 500 块里面的 不过它有一个限制 就是你一年只可以加 2 万公里 所以我相信对于一般的人来讲 其实也足够啊 像我自己一年都加不到 1 万 然后除此之外呢 这辆车在合约结束之后呢 需要还给 Produce 的 也就是讲你没有拥有这台车 你只是跟 Produce 租车而已 但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还是划算一下 因为 500 块罢了 包山 包海 而且重点是以后你不用担心 这个二手价没有 对不对是不是很划算 那么这个只是一个前夕 那么主要的重点在于这一台车 其实这一台车是完全从日本进口 你看它的外观设计 除了它的 Logo 以外呢 整辆车其实是跟这个 Daihatsu 的 Rocky 一模一样的 它是采用这个混合动力的引擎 那么混合动力跟 Turbo 有什么差别呢 Ateva 上面的引擎 是 1.0 公升的 Turbo Engine 最大马力表现是 98 PS 峰值扭力表现 140 Nm 那么在这个 Hybrid 的版本呢 它是一个 1.2 公升的三缸 自然进行引擎搭配电机 基本上它的这个运作的这个模式呢 跟这个 REEV 也就是 Range S10 Electric Reactor 很像 那么它的最大马力表现是 106 PS 峰值扭力表现 170 Nm 在纸面数据上面呢 它是比起这个 Turbo 版本更强的 但是实际上呢 它的油耗表现更出色 这台车我其实拿回来我开了好多天 但是理数不高啦 大概只开了 100 km 左右 不过目前我拿到的油耗是 17 km per liter 如果是全程长足驾驶的话 轻松突破 20 km per liter 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么 Pro Duo 为什么会引进这个版本来马来西亚 可是它又不卖呢 很简单 就是 Pro Duo 其实是为了收集数据 为了下一款新车推出而做准备 那么这样就代表下一款新车呢 其实就是会采用这个混合动力的引擎 那么这款车是什么车呢 偷偷告诉你 有可能是 2025 年推出的全新一代 Myvi 在这个轮圈的部分呢 Artiva Hybrid 采用的是 17 寸的轮圈 如果是 Turbo 版本呢 则是 16 寸跟 17 寸 不过 Turbo 版本的胎宽是 205 这个 Hybrid 版本只有 195 当然它会损失一些操控表现 或者是高速的稳定性 但是呢它的起步表现会更强一点 然后油耗也会更低一点点 车尾的部分呢 你可以看到就是 除了下面的保险杆之外呢 其他东西是跟 Artiva 一模一样的啦 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呢 这一个微箱 其实这个是非常的轻的 其实在日本版 Artiva 的这一个车尾盖呢 它是采用一种复合材质打造的 也就是塑胶的 所以它整体是很轻的 而在马来西亚呢 则是完全的金属啦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Artiva 它跟这个 日本版的 Rise 还有 Rokki 重量有差别的原因 另外呢 因为它是混合动力的版本 它后面是有这个电池组的 所以它没有 Spare 打压 看到吗 它有电池组 它是没有 Spare 打压 但是 Pro Duo 给了一个打风机跟补胎剂啦 还有一个重点就是 这辆车的订阅服务呢 好到一个程度 如果我讲今天你的车在某个地方 你的那个启动车的小电池坏了之后 你打一个电话给他们 他们直接来帮你换电池 而且重点是免费的 在这个内装设计的部分哦 基本上跟 Artiva 一模一样啦 就只有一点点的差别 这个出品主机是马来西亚版本的 Artiva 用的主机 它很大很好看 但是不只愿 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然后在这个五年期限里面呢 其实你是不被允许去更换这个主机的 所以我自己加了一个这个手机支架来看 GPS 还有一点就是这个冷气控制面板呢 采用的是 Toyota 跟这个打压素用的设计啦 这个点也跟普通版本的 Artiva 不一样 我是觉得这个旋钮的用起来不错啦 而且这个转动的质感其实也还蛮好一下的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这个是最大的重点啦 我觉得就是这个 电子手刹车 Artiva Hybrid 是有电子手刹车跟 Auto Hold 的 也因为没有手刹车 所以它这边有个非常大的置物格啦 可以放杯 放这个 Touch and Go 然后中央扶手也是有的 当然啦 这一辆车同样的它也是支援 这个先进的主动安全配备 像是 ACC 啊 前方撞击易警 自动紧急刹车等等等等它都有 不过比较可惜的是呢 这个主机是不支援 Reverse Cam 的 没有很奇怪这辆车不支援 Reverse Cam 然后除此之外 这个 Steering 上面的 Button 也被 Cut 掉了很多 像是这个声音的控制啊 然后这个下一首歌 上一首歌等等的按键啊 基本上都没有了你知道吗 我是觉得我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设计啦 我是觉得很奇怪 当然在这个数位化仪表方面呢 也基本上是一模一样啊 只是因为它是 Hybrid 的版本 所以它里面显示的图标会比较不一样 例如讲它会显示这个电池的电量啊等等等等 我觉得整辆车做下来的话 它的这个质感的表现呢 会比起普通版的 Artiva 好一点 但是细节的部分像是在 Reverse Cam 啊等等等等呢 Artiva 就比较好 然后呢 这边最后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这辆车的音响效果 基本上也是比 Artiva 还要更好的 当然因为它是日本进口的关系 所以它有一个功能 马来西亚不是太用得到 就是这个 座椅加热功能 如果有冷气也会更好啦 但是这个加热确实没有什么用到啦 这个后座的空间表现呢 基本上就是跟普通版的 Artiva 一模一样啦 但是因为它是 Hybrid 还有电池的关系 这边有一个帮助这一个电池散热的口 OK 因为电池主在这边下面 然后这个椅子的部分呢 我觉得它的这个混搭的质感做到不错 而且很软 坐上去还蛮舒服一下的 看到吗 它的这个发泡棉非常的软 如果是想坐两个大轮的话哦 这个舒适度应该还是不错的 另外呢 前面有两个 2.18 的 USB Type-A 方便你的手机进行充电啦 基本上这个就是这辆车的配备 以上这一期就是我们为大家 简单介绍这个 Artiva Hybrid 还有它跟普通的 Turbo 版本 有什么差别的影片 接下来呢 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油耗跟它的驾驶体验 因为这台车 Pro Duo 会交我们三个月 所以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跟大家 分享更多的细节 所以呢 如果大家对这款车有兴趣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因为我们会有更多的影片为大家送上 然后在这边祝大家人日快乐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